023最新印尼超级恐怖片 吉隆共三终于出来了 胆小的一定要谨慎观看 因为它很可能会引起你的恐慌 故事要从眼前的两人说起 由于太过思念死去的女儿 他们听信了村里的传说 只要把鬼娃请入家中 默念古老的咒语 便能见到自己心里想见的那个人 随着咒语的结束 鬼娃娃竟然诡异地立在了那里 这时突然想起死去女儿的声音 男人缓缓地走了过去 可下一秒 直到一年后 大锤一家来到这里旅游 没想到贪玩的小儿子 独自跑到湖边玩耍 突然水下冲出一个人 顿时把小男孩吓坏了 他慌忙地逃离了这里 没想到身后 竟然传来诡异的声音 面对恐怖的密铃 他压根就不记得来时的路 慌乱中他好像踩中了什么东西 等捡起来一看 却发现是一只恐怖的娃娃 当鬼娃被捡起的那一刻 似乎已经预示了小男孩的秘密 一家人很快发现男孩失踪的事情 出去寻找也没有任何线索 无奈只能选择报警 没想到暴雨的来临 顺势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为此不得不赞助警长家中 睡着的女人突然听见儿子的声音 闭睁眼便看见儿子已经坐在了床前 第二天出来搜救的三人 发现林中有一栋奇怪的木屋 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 由于锤妈挺着大肚子不方便 虎妞只能带着小帅再去搜救 没想到路上突然收到小锤的定位信息 她顺着定位向前走去 发现此处竟有一只诡异的娃娃 做死的虎妞还把她放入背包 地下一个坑洞吸引的虎妞注意 下面还不时传来小锤的手机铃声 于是虎妞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女人慢慢把手伸了进去 突然里面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她的胳膊 两人吓得慌忙逃离 在他们迫切想了解真相时 好友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幽灵娃娃 如果发现绝对不能触碰 因为会召唤某些禁忌的东西 当晚锤妈正在睡觉 像是感觉出外面有什么东西 屋内的灯光突然熄灭 她赶忙跑到房间查看虎妞情况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竟然是虎妞打来的 那床上的这位是谁 她壮着胆子掀开被子 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 慌万间仿佛听见了小锤的声音 等她打开浴室门 更诡异的事情也来了 刚当的小锤竟然不知所踪 她小心翼翼地查看周围情况 脚下莫名出现许多黑色液体 等再次醒来 B家人已经出现在了身边 锤妈说出了刚才的遭遇 可锤爸却认为她出现了幻觉 但只有小帅相信了她的话 第二天警方便通过线索 找到了当时唯一的嫌疑人 刚开始丧昆还死不承认 没想到却被锤爸找到了儿子的衣服 丧昆就这样被靠了起来 这时警长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找到了一具尸体 B家人站在医院焦急的等待 但结果却是一具女尸 这显然与小锤的性别不符 虎妞撞着胆子掀开白布 却见到竟然就是一年前 那名失踪的小女孩 正当她要离开时 背包里突然响起小锤的声音 她从背包里取出鬼 胆子该有多大呀 这玩意竟然一直放身边 此时声音竟然从小女孩尸体内发出 离开的同时正好碰上赶来的小车 这时他们也终于明白 一切的根源就是来源于这个鬼娃 他们在警局找到了类似案件的资料 而且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所有失踪的全部都是小孩 他们从鬼娃内找到了一张小纸条 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 当咒语念起的同时 鬼娃竟然在此时立了起来 而墙壁上也出现了诡异的传送门 她像是通向未知的深渊 骨妞决定铤而走险 因为里面传出了小锤的声音 女人刚想触碰传送门 却被一阵诡异的吸力吸了进去 小帅还想随她而去 没想到被吸进来的还有一个二傻子 更诡异的是 在妇人家吃饭的锤妈 竟在此时听见了儿子的声音 她颤颤巍巍地拿起菜刀 走进门却见到一具干尸被挂在了上面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毒妇策划的 只因她女儿得了一种怪病 由于三米的身高 导致从小受到同龄人的排挤 最终不堪重负 年仅12岁便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这位自私的母亲 找到始作勇者的桑昆 故人女儿在另一个空间寂寞 这也就有了后来一系列小孩失踪案 崩溃的锤妈拿起电话报警 没想到在另一个空间的虎妞 竟然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可怎么看这间房子都觉得很熟悉 只见数据干尸出现在了眼前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虎妞顺着声音 终于找到被绑起来的小锤 但二傻子却惊恐地慢慢后退 他们慌忙地躲进房间 从鬼娃体内掏出咒语念了起来 随后被一阵诡异的黑洞吸了进去 等待睁开眼已经出现在毒妇房间了 还没等三人缓过神来 小锤就被一只恐怖的大手拉了进去 显然这就是毒妇的女儿 慌乱中虎妞抓起地上的鬼娃 朝着怪物的头部扎了上去 没想到毒妇却在此时发起了偷袭 三人明显不是她的对手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还好小帅及时出现砸晕了她 几人慌忙逃离了此处 毒妇却在此时追了出来 转眼她就来到了车里 在车内上演了一场生死波杀 眼疾手快的虎妞一把掐住毒妇的脖子 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收场 可鬼娃的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虽然没有那么血腥 但是整部片子恐怖的气负 很可能会对你造成不适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田 我保证你会睡不着觉 老规矩 先点赞关注 下一步更精彩